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一只青蛙一张腿两只眼睛四条腿 一个兔兔一张腿两只眼睛两条腿 我们全家三张腿有只眼睛有头腿 不对不对算错了 我们全家四张腿画只眼睛十条腿 加加减减数数算算一三五七九 小小数字变化万千 方方手帕圆圆太阳畅畅比比画画 美丽突兴在你身边 一个巴掌陪着想 两个巴掌想呱呱 小朋友没手来手 再大困难都不怕 爸爸妈妈一起来 数学心经美如花 小朋友很真厉害 可是小小数学家 第十五集 整理玩具 嗨 小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大耳朵兔兔 瞧 我的耳朵会动 没错 这就是传说中的动二神功 厉害吧 刚刚走过去的就是我的妈妈 我的妈妈 我的妈妈是个了不起的妈妈 她 对了 她出的厨房 下的厨房 不对不对 是吃的冰糖 下的厨房 不对不对 是吃的冰糖 下的厨房 好厨 大家快看 我妈妈最厉害的功夫就是头上冒火 给我过来 看看你自己的房间 好像是有点乱 不是好像也不是有点 是的的确确非常非常乱 简直就是乱七八糟 今天你不把玩具收拾整齐 妈妈就把它们统统丢掉 不要 太怕了吧 那就赶紧收拾干净 可是 现在是学习时间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都看着呢 看 对啊 看着更好 喂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今天的学习时间 我们就学整理玩具 学整理玩具 对 小朋友们 你们是不是也经常把玩具乱丢乱放啊 你们的妈妈是不是也经常发脾气啊 整理玩具难不倒兔兔 那兔兔把玩具整理好都放在里面吧 记得要放整齐哦 好 图图自己整理 妈妈等会再来 好 玩具 玩具 放整齐 放整齐 玩具 玩具 放整齐 放整齐 玩具 玩具 放整齐 放整齐 妈妈 玩具整理好了 妈妈 玩具整理好了 来了 来了 图图啊 妈妈突然很想听电动小狗唱歌 你可不可以找出来让妈妈听听呢 电动小狗刚才整理的时候好像看到过 没有 这里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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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找到了 电动小狗在这里 找是找到了 可是你的玩具 图图 图图图 你觉得刚才整理玩具的方法有什么缺点吗 找起来太麻烦了 那么有没有看起来整齐 找起来也方便的方法呢 多多脑筋 有了 怎么样 把玩具都放在地板上 什么 这样想要什么玩具一眼就看到了 地上都放满玩具 那我们的脚往哪放啊 我们怎么走路怎么擦地板呢 图图 你的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想什么呀 不行 耐心 一定要耐心 图图 你还记不记得 妈妈以前是怎么样教你分东西的吗 好像是把一样的东西放在一起 对对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可是玩具每一个都不一样呀 虽然不一样也可以为他们找到自己的家里人呢 为他们找到家里人 怎么找啊 当然是找相同点了 比如说这个 玩具赛车 它是一辆车 让我们看看在这些玩具里 谁跟它有相同的地方呢 是小熊吗 不是 是小鸭子吗 当然也不是 啊 知道了知道了 小轿车也是车 和赛车是一家的 还有这个卡车 还有面包车 这个遥控车 所有玩具车都是一家的 完全正确 就把所有玩具车放在一起 现在看看谁跟它是一家的呢 小熊 小白兔 小熊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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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和小熊是一家的 把它们放在一起 哎 电动小狗 它不是长毛熊的 可它也是小动物啊 就让它和长毛熊玩具 放在一起吧 这个是积木 这个也是 积木和积木也要放在一起 等等等等 嗯 嗯 玩起来玩具 玩起来也方便 嗯 我们先来帮玩具 找到自己的家里人 让它们待在一起 这是一辆玩具赛车 这些玩具轿车 卡车 面包车 遥控车 所有车都是一家子哦 嗯 就把它们放在一起吧 这是毛绒小熊 小鸭子 小白兔 小熊猫 所有所有长毛熊玩具 它们都是一家的 可以放在一起 哎 电动小狗 它不是长毛熊的 可它也是小动物啊 就让它跟长毛熊玩具 放在一起吧 积木和积木也要放在一起 哦对哦 有的积木是塑料的 有的积木是木头的 把塑料积木和木头积木 分开来放 看起来会很整齐 玩起来也更方便 现在玩具们都找到自己的家里人了 好啦 这里有四个家庭的玩具 妈妈正好给了兔兔四个纸盒子 现在就给玩具安家吧 嗯 兔兔自己整理 妈妈等会再来 那好吧 安家安家 给车子安家 安家安家 给车子安家 安家安家 给车子安家 安家安家 给动物安家 妈妈 这么快就整理好了 这个盒子连盖子都盖不起来 是妈妈买的便宜货吧 你说什么 兔兔啊 盖子盖不起来 是因为盒子太小了呀 你看 成井鹿的脖子都在外面 换个大一点的试试看呢 这样啊 大盒子的 妈妈 这个盒子最大 把它们换换看 盖上了 哇 也盖上了 这下都装进去了 所以装东西之前 先用看看东西的多少 然后再选择大小合适的盒子来装哦 嗯 兔兔记住了 塑料积木比木头积木多 需要一个大一点的盒子 木头积木比较少 装在小盒子里 好了 都装好了 刚才兔兔已经帮玩具们找到了自己的家里人 看 这里有四个家庭 现在就让他们住到自己的房子里去吧 不过 谁家住大房子 谁家住小房子 要事先看清楚哦 东西多的装大盒子 东西少的装小盒子 不行啊 玩具放进盒子里 盖上盖子 兔兔就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了 妈妈怎么办啊 这个简单 可以在盒子上做标记呀 对呀 妈妈帮兔兔写上 这个写汽车 这个写动物 这个写塑料积木 有 这么多字 兔兔都认识吗 想个更好的办法做标记呀 有了 可以画画 兔兔自己来 这个盒子里装的都是玩具动物 这里面是玩具汽车 这两个盒子里放的都是积木 虽然都是积木 可是它们有没有不同的地方呢 有 塑料积木是彩色的 木头积木不是彩色的 这是木头积木 这是塑料积木 看 现在所有玩具都整整齐齐收好了 找起来也很方便哦 图图把玩具放进盒子里之后 还在盒子上做了标记 这样以后找玩具就更快更方便了 不会写字也没问题 图图就是这样做的 太棒了 图图不愧是我的儿子 聪明灵灵 心灵手巧 知灵 什么味道 不好 我的糖醋排骨 妈妈不愧是图图的妈妈 出了厨房又进厨房 图图知道 糖醋排骨炸小肉丸 它们是一家子 都是肉肉 巧克力彩虹糖小饼干 它们是一家子 都是零食 看图图知道很多很多吃的学问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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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